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叫分不清的DNA 这话从何说起呢 2012年9月23号 在陕西省宜军县高庙村出了大事了 这个村子不大 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 只有13户的人家 这13户里边啊 还有6户人家都出去打工去了 就剩下7户人还住在家里边呢 可以说这个村子是与世隔绝 但哪想得到啊 就这7户人家的小山村呢 大半夜的时候 有一个独自在家的女同志 叩大姐 被人呢 用一把刀刺破了喉咙 命丧当场 直到被人发现之后 这才赶紧报了警 警方到达现场以后啊 立刻开始了现场的勘察 说实话 民警瞅瞅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偏僻小山村 再看看这血流成河的场景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叩大姐呢 就死在客厅沙发和茶几之间 法医经过初步尸检的认为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头一天晚上到今天的凌晨 身上的致命伤就是在颈部在脖子这有四处刀刺的痕迹 叩大姐的身上啊还被人泼了茶水的残渣 也有茶水也有茶叶墨子 看起来那是异常的狼狈 地面上墙壁上沙发上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 现场这么惨 但是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 所以警方认为嫌疑人是一名强壮的男性 只有这样才可能啊 在死者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之下把死者杀害 警方呢也检查了屋子里边的所有门窗全部完好无损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大半夜的死者在毫无防备之下给这个人开了门 而这个人突然拿出来提前准备的凶器就刺向了死者的脖子 为什么死者毫无防备的给这人开门 那他肯定是熟人的认识啊 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拿出来的这凶器是提前准备的 因为警方在现场没找到凶器 家里所有的刀具啊 厨房里边的彩刀剪刀 哪一个都没手 这就证明这凶器啊是凶手带来的 警方呢接下来要分析出来凶手的作案动机 是财杀是轻杀还是仇杀 先来说说是不是财杀 死者寇大姐身上有几百块钱 被杀之后却没有被凶手拿走 再看家里各个地方 柜子啊抽屉啊都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另外村民们都说呀 这寇大姐家日子很一般 并不富裕 凶手杀了人了 不拿家里的东西 连那几百块钱都没拿 可见她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钱 这就能排除财杀的可能性 再来说会不会是仇杀 寇大姐呢 岁数不小了 五十九岁了 在前几年呢 丈夫死了 现在呢 是跟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 这一天呢 是儿媳妇生孩子去医院了 儿子呀也去陪护去了 所以家里就剩下寇大姐一个人了 村民们都说寇大姐呢 特别的老实本分 这几十年了 基本上都没出过这个村子 性格很温和 没有跟谁结仇结怨 况且村子里边本分人就少 人际关系特别简单 你说一共就欺负人家 复杂能复杂了哪去呀 不可能有谁半夜三经带着刀 专门杀死一个农村妇女吧 仇杀的可能性 基本上也能排除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情杀呢 自古兼情出人命啊 这是老话啊 偏远山区这样子的情杀命案确实也不少 而警方这一了解 这寇大姐在丈夫死亡之后啊 确实出过一个男朋友 也算是想着找个老伴吧 这人呢 这人呢姓穆 这老穆啊 就他们村的 62岁 家呢 就在寇大姐家背后不远的地方 说这寇大姐跟这老穆 俩人感情还真不错 村民们也都知道 哎呀 也都感觉俩人真能老来伴 那也挺好 说这俩人呢 已经在商量 结婚领证的问题了 那会不会是这老穆跟寇大姐之间 因为什么矛盾 因为什么纠纷 进而杀人呢 查吧 这一查 警方最终确认老穆 没有作案时间 这命案动机三大要素啊 三大可能啊 仇财情 都被排除掉了 一个也不沾边 那不符合逻辑啊 您各位说了 无差别杀人呢 但各位别忘了 这是一个极其偏僻 交通极其闭塞的村子 大半夜的说 外来人跑这来杀人来 还无差别杀人 死者还给他开门 可能吗 所以种种迹象显示 凶手应该就是本地人 绝不是流窜作案 再来看 尸体上 那是刀刀毙命啊 四刀都是冲着脖子去的呀 死了以后 还被人泼了茶水 这明显凶手对寇大姐 是怀着一股子怨气的 那对死者 寇大姐心怀怨气 心里边有愤恨会是谁呢 照理说 这事也不复杂 毕竟剩下就六户人家嘛 难道说 凶手是这六户人家里边 其中一位吗 当地的警方啊 对这案子还挺头疼的 因为查来查去 似乎没什么人有作案动机 而这案发现场呢 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证痕迹 能看出来 这凶手杀人之后 在现场是做了清理工作的 所以 除了死者之外 没找到其他人的痕迹 什么指纹啊脚印的都没有 到底是谁能做到这么低水不漏 照理说 这么一个闭塞小农村 这几户普普通通的村民 他们能做的这么细致吗 警方就认为啊 既然你做了案了 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 你做案 必留痕 接下来 重新对现场进行勘察 他一定有一路 果然 从沙发底下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角落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有一块啊 沾满了血的棉花团子 就一块棉团 这一团棉花 不一般 这不可能是死者的血迹 无意之中溅上去的 因为溅上去的血 跟你擦下来的血 那是不一样的 这块棉花很明显 上面这血是擦下来的 那么到底是谁擦的这血呢 只有一个人会这样 那就是凶手 因为寇大姐当时四刀捅了脖子上 当时就没命了呀 不可能我再拿块棉花 我擦擦吧 那么既然是凶手擦的血 会不会沾染上凶手的DNA呢 除此之外 这块棉花是哪来的呢 警方找来找去找着了 屋子里边有一床棉絮 这棉絮上啊 少了一块 这块棉花是硬生生从这块棉絮上给扯下来的 当时的情景 警方进行了一个还原 凶手杀害死者之后 身上都沾满了血了 为了擦自己身上的血 随手就扯掉了这床棉絮的一角 可是杀人之后啊 毕竟紧张 把这团带血的棉絮 随手就扔在沙发底下了 以至于他后来在清扫现场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 警方立刻将这棉絮 送到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测 棉絮上的血 全部都是死者扣打结的 不过除了血之外 确实检测出了另外一个人的DNA的痕迹 咱们在这解释一下啊 这DNA痕迹不一定非得是血 比如说唾液 比如说沾到了皮屑 比如说上边有根毛发等等等等 这都可以测出来DNA 这一下子警方感到无比的振奋 DNA啊 被称为刑侦案件破获之中的证据之王啊 这证据之王在手里了 我还找不着凶手啊 查呗 你不就六户人家吧 挨个的查 在此之前 警方也梳理了寇大姐的社会关系 虽然说 之前认为他的男朋友老木没有作案时间 但现在DNA在手了 那老木 你就再测一回吧 为了万无一失 甚至还找到了之前寇大姐交往过的邻村的两名男子也都做了抽血化验 结果出炉了 寇大姐在丈夫死后交往过的这三个男朋友啊都没比重 哎 杀人比不重没关系 扩大范围 于是这次采集范围不光是这六户人家了 是涵盖了以高庙村为中心半径50公里范围之内的所有的村子 这个区域内的16岁到60岁的成年男子全部采集血样 一共是3000多人 3000多人的血样都做DNA的分析比对 这活啊挺耗费时间的 一直过了20多天才比对完 结果一个也没比重 哎呦 这个结果让警方没想到也让警方感到很失望 大家呀都快要质疑当初的推测了 难道说凶手真不是本地人 真是流窜到这的偶发案件吗 真相到底如何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继续讲述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警方比了3000多人的DNA 哪个也没比重 后来警方都怀疑 咱们是不是一开始的侦办思路错了呀 难道说凶手真是外地人流窜到这做案呢吗 那扣大姐大晚上的 为什么要给一个外地陌生人开门呢 这边啊 案子还没眉目呢 另外一边可又出事了 高庙村又传来了再次发案的消息 哎呦 邪了门了 就这么一个村子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呀 难道这是个连环凶杀案吗 这天半夜的时候啊 老木打电话报的警 说他的弟弟被人砍杀了 警方啊 立刻赶到了高庙村 这一路上大伙都不说话 气氛凝重极了 这老木是扣大姐的男朋友啊 他呢 就跟民警说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呀 我弟弟啊 是个聋哑人 三十多了 也没结婚呢 就住在我隔壁屋 半夜两点的时候 我弟弟突然就敲我的房门 一阵笔划 我这才明白过来 他呢 说刚才去院子里边截手啊 就上厕所 一个蒙面的人呢 突然出来掐他脖子 还用刀划伤了他 警方去看看吧 这老木的弟弟什么情况啊 这老木的弟弟啊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明显受到了惊吓 躺在床上 还在那哆哆嗦嗦的呢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民警很震惊啊 不过得亏看了看 这哑巴脖子上的那划伤啊 是很轻微的 你要不仔细看 你都看不出来 是拿刀子划过的 特别细的一道伤痕 连血都没出 接下来啊 警方呢 就跟老木了解更多的细节 这时候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躺在床上的这哑巴 时不时的扭过头来 观察屋子里边警察和老木 谈话的情况 这哑巴他听不见人们说话呀 就感觉他是在看几个民警 还有老木的表情 各位 这就不对了 一个刚刚差点让人抹脖子的人 刚才还在床上吓得 哆哆嗦嗦嗦的呢 这会儿有闲工夫 观察警察吗 民警啊 当时也没点破的 心里边可就有了其他的猜测了 这时候 另外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跟那个神秘的棉花团子上的DNA有关 原来啊 这老木的弟弟 因为经常外出看病 当时采集血液的时候 好几回都错过了 就在他遇袭的头一天 才刚抽了血送去化验 哪知道结果还没出来 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来 哑巴遇袭的这个事 反而给了警方灵感 于是 针对他的秘密调查 随后展开 这一回还真查出点什么来 有村民说呀 就在寇大姐被害的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就看见哑巴在院子里边洗衣服呢 平时也没什么要紧的急事啊 天还没大亮呢 就开始洗衣服 这是为什么呀 会不会是衣服上沾上血了呀 现在啊 只能等着DNA的检测结果了 如果能比重 那么这案子也就水落石出了 可是 结果一出来 又没比重 甭管说这哑巴有多少嫌疑 但是那团棉絮上 它不是哑巴的DNA 这个证据 这证据之王 让人没法反驳呀 民警啊 深受打击 拿着这DNA 对比了三千多人 哪个也没比重 现在这哑巴明显很有嫌疑 可也不是凶手 到底哪出问题了呀 哎 对 除了哑巴之外 还有一个人 没有对比DNA呢 这个人呢 就是寇大姐的二女婿 王某 原来这寇大姐不光有儿子 还有俩外嫁的闺女 一开始呢 寇大姐坚决反对这王某和女儿的婚事 一度闹到了要断绝母女关系的地步 关系很僵 照这么来看 这二女婿跟寇大姐之间矛盾也不小 王某所在的村子 也在五十公里范围之内 这王某呢 是个跑长途货运的司机 所以这几次三番的采写呀 这王某都没在家都出去跑活去了 这一回 无论如何也得把他这血给踩了 于是警方采集了王某的血液 等待比对结果 然后呢 也调查了王某在案发时的行踪 这一查 发现这王某没有作案时间 就在案发当天下午 王某被一个雇主叫上了 前往西安拉了一趟煤 当天晚上凌晨四点回到家里的 虽然说凌晨四点也在法医对死者死亡时间的预判范围之内 但毕竟王某的村子距离高庙村还有几十公里呢 警方特意做了实验 从王某家里骑摩托车去寇大姐家里 因为是山路啊 得走一个半小时 他四点多才回家 就是马不停蹄的赶过来杀人 到了高庙村天都亮了 村子里的人不可能毫无察觉呀 更何况王某的妻子 还有那雇主俩人都证实 王某确实是四点到家的 除非三个人联合串供 要不他就没有作案时间 就在这时候啊 DNA检测传来消息了 还真比重了 比重谁了呀 就比重了二女婿王某 他不是没作案时间吗 这DNA怎么比重了呢 警方这时候啊 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还得说 当地公安局的局长 人家还是有这种 丰富的刑侦经验 他呀 跟所有的参战刑警说 弟兄们啊 咱们呢 得找到另外一条思路 咱们一开始 其实都陷进了一个局 那块带血的棉血上的DNA 是不是凶手留下的 我们一开始都认为 一定是凶手留下的 那有没有可能 不是凶手留下的呢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之前我们认定了 DNA是凶手留下的 一旦比不重 就不是凶手吗 一旦比重了 就一定是凶手吗 现在来看啊 这都是伪命题呀 所以啊 咱们要变换思路 还别说 局长把这一问一说出来 大伙是豁然开朗 如果说棉血上的DNA 不属于凶手的话 那么这哑巴的嫌疑 也就没有完全被排除 比重比不重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对吧 警方呢 还探讨了更多的可能性 带血的棉血 一定是凶手扯下来的 这枚问题 那为什么没检测出他的DNA 是不是咱们检测的还不够细致 是不是咱们当地的技术 还不够到位 于是警方决定把棉血 送往公安部权威检测中心 等待结果 这案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一直到了一年之后 13年8月份 公安部传来消息了 经过多轮的精密仪器的检测 棉血上真检测出了第三个人的DNA 而这第三个人的DNA 和行为古怪的老木的弟弟 那个哑巴是完全符合的 现在啊 到了水落石出的一刻了 哑巴被抓捕 在龙哑人刑侦问询专家的配合之下 这哑巴呢 终于是交代了全过程 12年9月22号晚上 哑巴带着刀 骗死者寇大姐打开房门 随后冲进屋里把寇大姐杀害 为了逃避采集血液 他几次三番的是故意外出看病 他深夜遇袭的事情呢 也全是自导自演的闹剧 为什么要演这出戏 因为在演这出戏的前一天 实在躲不过去了 还是让警方摁着采集了血液样本 不过说回来 这场闹剧啊 还真是话舌添足了 这反而让警方关注到了他 那哑巴为什么要杀害寇大姐呢 原来啊 这寇大姐跟老木谈恋爱这事 一直受到了老木母亲的反对 这哑巴呢 特别孝顺 我妈不喜欢的 我也不喜欢我妈讨厌的 那我就恨透了 所以他心里边啊 早就恨这寇大姐恨的不行了 凭什么惹我妈生气呀 案发一个多月之前 他们的母亲呢 因病去世了 眼瞅着 哥哥老木就要跟寇大姐领证了 哑巴这决定动手杀人 在他心里啊 认为只要杀了寇大姐 这就算是未及母亲在天之灵 坚决不让哥哥 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这杀人动机让咱们看来或多或少的有点奇葩 有点理解不了 但是这个案子就这么切切实实的发生了 说到这儿 还有个疑问没解开呢 为什么那棉絮上有二女婿王某的DNA呢 一直过了几个月 王某才想起来怎么回事 原来啊 案发一个月之前 王某陪着媳妇回过一趟娘家 当天晚上睡觉 垫的这床棉絮 他呢 因为喝酒喝多了 难受 吐了一床 那呕吐物就粘在了棉絮上 而哑巴当时随手一扯 扯下来的正好是粘过呕吐物的棉絮 这才有了后续检测DNA出来的这么多的小岔口 云南省啊 有个巧家县 这巧家县呢 属于昭通市 距离省城昆明 二百多公里 这巧家县呢 经济并不发达 一直到了2020年 才正式的脱贫摘帽 巧家县呢 有一山村 叫贝丰村 贝丰村呢 有这么一处地方啊 是四十多米高的悬崖 人们跟这个地方呢 人们跟这个地方呢 叫炸口炎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事儿 得从2013年10月26号说起 这一天呢 当地警方啊 开车一百多公里 从县城赶到了这儿 他们呢 即将揭开一个被隐藏多年的秘密 那么到底来这儿干嘛呢 根据警方事先掌握的情况 这个人可能被埋在了一棵樱桃树下 这悬崖底下呀 树其实并不多 到处都是杂草 要想找到一棵樱桃树并不困难 树底下呢 有一个乱石堆 警察一看 这尸体啊 应该就是埋在这儿了 警方呢 小心的在这儿挖掘着 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有了发现 把这乱石堆 刨开来之后 发现有一个头盖骨 把这些石块都清理干净了 映入大家眼帘的 就是一堆白骨 从这乱石堆里边 大伙小心翼翼的 把尸骨啊 就整理出来了 警方找到的这堆尸骨 是跟一桩陈年旧案有关系的 在此十年之前 当地有一个年轻人叫李正武 那年他才十七岁 在这片大山里边失踪了 那么到底十年前 李正武是怎么失踪的呢 这尸骨是不是李正武呢 这得等待进一步的鉴定 将近十年之前的2004年 十七岁的李正武啊 到离家三百多公里外的 巧家县二流汽修厂打工去了 有一天呢 这李正武的父亲 李朝阳 接到了这汽修店老板打来的电话 说你儿子拿着钱跑了 在电话里边啊 这老板就说 正武啊 拿着客户交的汽车修理费就不见了 这已经一个星期了 当时李朝阳一听 他不信呢 儿子平时老实听话 他不会干出这样的事 李正武呢 是兄弟三个 他是这三兄弟里边 最听话 最厚道的那一个 因为家里边经济条件不好 非常的贫困 小学毕业之后 李正武呀 就不再上学了 留在家里边呢 帮着父母干点农活 出事之前 就在这汽修厂打工 打了还不到半年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 老实厚道的儿子 会拿着别人的钱跑路 于是 他来到了儿子工作的地方 要当面问个清楚 这汽修厂的老板呢 叫刘忠诚 到了这儿 李朝阳才知道 自己的儿子 不是在厂子里边失踪的 刘忠诚说 04年12月12号上午 厂里呢 来了一个客户 叫福秀开 之前呢 这福秀开送来了一辆 小面包车进行维修 这车修好了 他呢过来提车 结账的时候啊 这福秀开就说 哎呀 我这带的钱不够 这么着 老板 能不能我先把车开走了 第二天呢 我再把钱送过来 老板一听 哎呦不笑 咱们这也是小本买卖 咱们这儿啊 不赦账 并且呢 因为这福秀开 是第一回来 这也不是熟客 肯定不会允许欠账的 刘忠诚呢 就跟客户商量着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候啊 福秀开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么着 老板啊 你要实在不相信的话呢 就安排个工人跟着我 然后啊 把钱送过来 这个提议 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 也没什么不妥的 于是刘忠诚啊 就让来这儿 打工不到半年的李正武 跟着福秀开到家里边取钱去 福秀开的家呢 就在巧家县的贝丰村 距离巧家县城啊 有一百多公里 是在山区里边 那路啊 特别的难走 一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赶得回来 刘老板呢 就吩咐李正武 正武啊 你呢 也别着急往回赶 拿着钱之后 你明天赶回厂里就行了 就这样李正武跟着客户 就去取钱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 还没回到厂子里呢 这刘老板呢 也着急 哎呦 这出什么事了 按说这今天回来 时间也不敢呢 这点早该到了呀 那时候啊 李正武也没有手机 毕竟是04年嘛 有手机的呀 还是少数 这也没法联系上李正武 这么着 就等着吧 左等 右等 又等了两天 还是没等着李正武 这刘忠诚 沉不住气了 给扶秀开啊 就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边扶秀开就说 那天回来 我就把那修理费 交给那小伙子了呀 并且啊 我还送他坐上了回巧家县城的客车呢 听到这个消息 刘老板这也就放心了 可直到晚上 还是没见着李正武回来 这刘老板心里边就琢磨着 是不是他回昭通的老家去了呀 可是 又过了两天 还是没见着李正武 哎呦 这小子去哪了呀 刘老板坐不住了 这才跟李正武的父母取得了联系 在2004年的时候 修理费啊 是三千多块钱 对于刘忠诚的这小汽修厂来说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 现在钱没了 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这刘忠诚就想不通啊 让李正武办件这样的小事 怎么还出这么大岔子呀 他觉得呀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李正武带着钱跑了 对于刘老板的猜测 这李正武的父亲李朝阳 是一百个不相信 平白无故 我的儿子就成了携款逃跑的人 照你这么一说 我儿子成了罪犯了呀 所以呢 他就让刘老板陪着他一起进山 找到那个客户扶秀开 当面问个明白 这贝丰村呢 在2004年的时候 还是属于特别闭塞的一个地狱 也没通公路 只有土路 刘忠诚跟李朝阳这俩人 先坐汽车 后走山路 花了半天的工夫 才来到了贝丰村 找到了福秀开的家 但是这一问 结果呀 让老李更着急了 福秀开说了 我当时啊 把钱给那小伙子了 人呢 我也送走了 你们问我人去哪了 那我也不知道啊 人都已经送到这返城的客车上了 这么一大小伙子 能去哪呢 朋友们呢 就都说 会不会是正午拿着钱 出去玩去了呀 还有的呢 猜的就更离谱了 老李啊 更着急了 自己的孩子 一星期不见了 别人还说三道四的 都说他拿着老板的钱 给跑了 老李呢 又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全 又担心自己儿子的名声 可是现在除了着急 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他也猜不到儿子会去哪 只要听到别人说起这事 他就只是重复着一句话 我这玩儿啊 从小乖得很 说他拿着钱跑了 我就不相信 眼瞅着 一转眼一个月 可就过去了 李正午还是音讯全无 亲戚朋友 但凡认识的人 李朝阳啊 全都打听遍了 正午去没去你那儿啊 有没有联系过呀 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李家人啊 再也坐不住了 2005年1月20号 这都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 老李和刘忠诚 就来到了巧家县 重西派出所报案 当时的派出所所长呢 姓赵 赵所长啊 在这个所里边 已经工作七年了 但这样的案子 还是头一回碰上的 这事儿 警方也觉得很蹊跷 一个17岁的大小伙子 从县城来到北风村 拿着钱之后 离开了北风村 既没回厂里 也没回家 他去哪了呢 会不会是遭遇不测了呢 赵所就认为 既然是福秀开 把李政武带进山 又把他送上客车的 那么还是应该先找到福秀开 了解情况 咱们呢 先来说说这北风村的情况 北风村呢 处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 这是在大山深处 深山沟里边 海拔2000多米 全村呢 一共只有一百来户人家 居住的非常分散 当时这一月份 还是冬天的呀 刚下过一场雪 人们很少在户外活动 他冷啊 赵所长在村子里边 带着民警们走访 排查了一圈 村里人都说 没见过这么个小伙子 那么这李政武 到底去哪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派出所的赵所长 带领着民警 在北风村呢 走访了一遍 大伙都说 没见过那么个小伙子呀 看来 唯一了解情况的 只有扶秀开了 于是警方又把调查重点 放在了扶秀开身上 那会不会是扶秀开 没讲实话 三千二百九十块钱的修车费 毕竟对于当年大山里的人来说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警方就琢磨呀 哦 扶秀开来取车的时候拿不出钱来 到了家里就一下子能拿出来了 警察呢 就集中精力 对这三千多块钱的来路做了调查 据扶秀开说呀 给李正武的修理费 是向他的父亲福汉成借的 是跟他父亲呢 要了三千三百块钱 给了李正武三千二百九 自己剩了十块钱 这福汉成啊 平时呢 就是在家务农 农闲的时候啊 做点饭牛的生意 就是卖牛 这福汉成呢 就跟警察说 说我家里啊 平时也放点周转生意的钱 我儿子呢 带着人来要钱 我只好把钱给了他了 福汉开的父亲 当年贩卖的呢 是黄牛啊 主要在当地 他不是吃肉的 在大山里边呢 这是重要的生产力啊 在地里边干活啊 包括拖运物件啊 都离不了 现在 这拖运物件来回的都是用车 但当时 那也没有好走的公路 所以很多场合下 就得用这黄牛 家里边养牛的多少 也往往显示出来 这户人家 在当地的经济实力 招所长这么一听 就赶紧找到了 贝丰村的村之书 了解这福家人的情况 这时候啊 大家就都说 他们福家呀 日子还是挺好过的 不会被三千多块钱难住 当时福秀开 也再次跟警方 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细节 他就说呀 他跟李政武 是12月12号晚上到的家里 12月14号才跟自己的父亲福汉成 借了三千三百块钱 把钱呢就交给了李政武 在12月15号早上 他把李政武带下山 并且送上了开往巧家县的客车 于是民警就又找到了当天 从崇西开往巧家县城的客车驾驶员 在福秀开这儿 警方没发现问题 也没查找到有关李政武的线索 那么在这客车司机那儿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线索呢 当时啊 从贝丰村所在的崇西乡 到巧家县 每天只有一辆班车 赵所长就找到了这客车的驾驶员 乡里边的客车嘛 他也没有个什么正规的汽车客运站 都是招手急停 上上下下人特别多 司机啊 也想不起来 是不是那天在贝丰村 有个年轻人上车了 按照福秀开的说法 李政武拿着钱 坐上了回县城的客车 如果这一切都成立的话 那么李政武的失踪 和贝丰村的福秀开一家 就没什么关系了 警方就分析 会不会是李政武 在返回巧家县城的路上 发生了意外呢 警方组织警力 从贝丰村到崇西乡 再到巧家县 对这一路上大大小小的道路 展开了搜寻 那时候警方就分析啊 有可能李政武拿到钱之后 返回途中遭遇意外 一是遇到事故了 二来有可能遇到屠材害命的事了 可是搜索一圈下来 也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从贝丰村到这现场 刘老板这个汽修厂 一百多公里 这段路需要走一天的时间 警方啊 就在这条路上 来来回回的走 来来回回的琢磨 就怕遗漏什么细节 第一个 这李政武 会不会和工人之间 发生了小矛盾 第二个 李政武有没有生活作风问题 第三个 李政武平时 在厂里的表现怎么样 会不会 是跟在厂里的这些 矛盾纠纷有关 于是赵索又对汽修厂的工人 进行了调查 还是没发现什么情况 现在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当地呀 都是大山啊 这大山啊 到处都是悬崖呀 到处都是山洞啊 山峰啊 如果有人真要把这 李政武的尸体给藏起来 你要想再找找 那等于是大海捞针 连续几天 警察来来回回 就在这山间的路上搜寻 他们呢 也都迷茫了 到底李政武 被隐藏在哪 大雪下面 到底会隐藏着多少秘密 甚至到后来 连赵索所长都怀疑 是不是李政武真拿着修理费跑了呀 赵索的猜测也不是没道理的 如果李政武真的拿钱出走的话 他短期之内是不会和熟人联系的 警方就觉得如果真实情况是这样的话 现在主动的去找这李政武 这就不是上策 也许用不了多久 李政武把钱都花光了 会自己回来的 警察这一圈调查下来 甚至让李政武的父亲李朝阳 也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怀疑 老李这心里边也犯嘀咕 他这是跑哪儿去了呀 再加上当父亲的 都怕儿子出事 现在啊 他宁愿是儿子挟款潜逃 遇到麻烦暂时躲起来了 而不是遭遇不测 这老李家呢 世世代代的在农村 家里边啊 条件确实不宽裕 三个儿子也都没怎么念书 早早的就帮家里打工 尽量的呀 能够挣点钱贴补家用了 老李就想 虽然政武啊 从小老是本分 但毕竟从来没经手过这么多钱 也许真是一时糊涂 带着钱跑出去了呢 哎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啊 只要人没事 那钱的事就不是大事 警方的调查 没有什么进展 老李这边可不能闲着呀 更加紧迫的寻找起儿子的下落 老李就琢磨着 儿子没出过远门 山里的孩子 也没有更远的地方可去 招通市 已经是老李能想到的最大的地方了 他呀 就反反复复的在招通寻找 跑遍了每一个角落 一点儿子的信息都没找到 老李心里呀 就一直有个念想 就总感觉儿子在哪个地方等着他呢 后来呀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抱着适适的心态 老李决定离开云南 到亲戚们 还有村子里边的人 经常去打工的省市找找看 儿子这是父母的心头肉啊 现在儿子不见了 当父母的这心哪 天天是空空荡荡的 李政武失踪之后 他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接受 他一直就埋怨李政武的父亲 不带着他出去找儿子 在他心里呀 那个乖巧听话的儿子 从来没给家里招惹过是非 老李不让妻子出去找 妻子在家里边那就只剩下痛苦了呀 孩子找不着 别人还都指指点点的 说郑武是携款外逃 李政武的母亲一想到这些呀 天天这眼泪可就没断过 就这样 在之后的时间里 李家人全部生活的重心 就是寻找李政武 一开始呢 甚至李政武的爷爷也跟着一起找 后来老人家身体不好 走不动了 就催着家里人出去找去 家里边的农活啊 也无心照应着了 眼瞅着 村子里边的人 渐渐的 人生活条件都改善了 都盖了新房子了 只有李家 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其实老李啊 一直对扶朽开家 还是有一些犯嘀咕的 他就怀疑 这扶朽开家里边的经济情况 也没有那么特别好 他会不会就是在扶家出了什么意外呢 毕竟他最后是在贝丰村失踪的呀 这老李呢 后来又有几回来到了贝丰村 扶朽开的家里 但是他没证据啊 之前警方都调查过了 他也不可能比警方有更多的办法啊 这老李啊 看到扶朽开的父母跟自己年龄相仿 他呢就一次又一次的追问扶朽开的父母 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 老李就凭着自己的直觉 他呀就始终把注意力放到了贝丰村的扶家 扶家三个儿子 自己也三个儿子 自己的一个儿子找不着了 可扶家三个儿子都安然无恙的 老李就明明中觉得自己的儿子跟这扶家 就是有什么关联有什么秘密 他只能翻来覆去的问着同一句话 你们知不知道 郑武我的儿去哪了呀 李正武的失踪到底和扶家有没有关系呢 上期节目咱们也说了 这李正武的父亲老李啊 是一遍又一遍的找到这扶家人 颠来倒去就是一句话 郑武我的儿到底去哪了呀 时间一晃就过了好几年 这李正武啊就像是人间蒸发 不过当年呢也有一种猜测 说17岁的李正武啊 可能没跑远 甚至都没离开过贝丰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咱们开头说的 在悬崖下边乱石堆里发现的这堆尸骨 很有可能就是李正武的 尸骨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呀 一直进行到了晚上 警方呢 把尸骨送到技术部门进行检测 一堆尸骨勉强的拼出来一个人形 在检测过程之中 警察发现有很多骨骼 有严重的骨折现象 多处骨骼呀 偏离了正常的生理位置 这很明显 不是说死后形成的 这就为分析死者的死亡原因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很明显 这具尸骨是高坠导致死亡 生前从高处掉落下来 是尸足掉下来的 还是外力导致的 死者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很快尸体的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这个在樱桃树旁边乱石堆里发现的 正是李正武 在十年前 十七岁的李正武来到这之后 再也没走出北风村 他就被埋在了这片悬崖之下 为什么过了十年 警方能够找到这堆白骨 这和李家的坚持 以及警方的坚持 是分不开的 咱们再把时间拨回到2006年7月份 当时啊 距离李正武失踪 已经一年半了 老李呢 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儿子已经遭遇不测 又来到了巧家县公安局 重新派出所 找到了赵所长 听说李正武这么久还没回家 赵所长就感觉这事情不妙 三千多块钱 不可能一年多不跟家人联系 当时赵所长就认为 这不是简单的失踪案 此前调查时走过的路 见过的人 又浮现在了赵所的脑海之中 赵所呢 又找出来当年的问询笔录 仔细的看每一个人的讲述 到底李正武上没上客车 离开还是没离开贝丰村 这是重中之重焦点中的焦点 赵所长重新梳理思路之后 认为当时的调查方向没错 但是有的细节可能被漏掉了 尤其是李正武有没有被扶秀开送上车 赵所再次来到贝丰村 这一次啊 也不问别人了 直接去找扶秀开 然而赵所长来到贝丰村之后 这才得知 扶秀开在当年事发之后不久 就出去打工了 陆陆续续的半年时间里边 扶秀开的两个兄弟还有父母一家都外出了 村子里没人知道他们家人的下落 而且他们家出去之后再也不跟村子人联系了 包括亲戚朋友也都不联系了 在这深山沟里边 年轻的村民外出打工 这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一家老小一块出去 这是非常少见的 扶秀开一家的反常表现 就让赵所长对自己当年下的结论 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他觉得扶秀开一家和李政武的失踪 肯定脱不了干系 赵所长呢 就让村子里外出务工的村民 如果遇见扶秀开的家人 一定要告诉他 时间呢 一转眼又过了差不多半年 2007年2月份 北风村的一位村民就说 在昆明见着了扶秀开 扶秀开在昆明出现了 赵所长毫不迟疑 迅速带着民警赶到了昆明 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 开始寻找扶秀开 可是找来找去 也没找到他 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来 案件调查 再次停顿下来 李家人的情绪啊 也已经濒临失控了 现在老李他们出了一趟又一趟的往派出所跑 也开始找修理厂了 儿子找不回来 这李家人呢 开始要求修理厂进行赔偿 但是要想让修理厂赔偿 你就得从法律上确认李政武是因为工作原因死亡 但是现在没找着李政武的尸体呀 宣告死亡之前 你按照法律规定得先宣告失踪 于是在2007年7月份 也就是李政武失踪的第三年 李政武的父母呢 就向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宣告李政武为失踪人员 2007年11月1号 昭阳区人民法院宣告李政武为失踪人员 这一转眼又过了三年 2010年1月份 李家人呢 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宣告儿子李政武死亡 根据法律规定啊 这是给大伙做一个小小的科普知识点 公民经过人民法院宣告失踪之后 满两年还没有出现的 那么利害关系人再次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可以宣告这个人是死亡状态 很快 昭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李政武死亡 随后 李政武的父母提出诉讼 要求气修厂的老板刘忠诚赔偿 最终啊 法院判决老板刘忠诚赔偿李政武父母 人民币七万两千元 虽然儿子生死未卜 但是老李想着 至少啊 还能够获得一些赔偿 在法律上呢 有一个了结 毕竟这么多年了 他呀 年纪也大了 跑不动了 找了这么多年 家人也是精疲力尽 2008年 李政武的爷爷 在去世之前 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孙子呢 还嘱咐李政武的父亲 说只要有一线希望 你们就得接着找下去啊 到了2010年 派出所的赵所长呢 也从重袭派出所调到了刑侦大队 他又翻开了当年的问询笔录 依旧是贝丰村 这李政武到底有没有离开贝丰村呢 扶秀开一家 为什么要全家外出打工呢 要想解开这些谜团 必须找到扶秀开 尽管赵所长没有放弃 但是啊 要想着在茫茫人海之中 找着这么个人太难了 一直等到2013年8月份 这才有扶秀开的消息传了过来 这一回赵所长终于在时隔十年之后 找到了扶秀开 这一年扶秀开30岁 把扶秀开啊 带回了巧家县进行询问 面对这起十年的悬案 扶秀开的说法跟当年还是一样的 到底扶秀开说的是不是真话 李政武的失踪和他有没有关系 办案人员也不敢下结论 但事实是除了扶秀开之外 当时没有别人见过李政武了 他是最有作案动机的 可是没证据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过了24小时 警方还没有明显证据 你就得放人了呀 扶秀开呢 表现的非常镇定 这样的询问僵持下去 不会有结果的 就在这个时候啊 扶秀开突然出现了让大家意外的情况 在询问的时候 扶秀开突然倒到地上 双手在那发抖口吐白沫 民警一看没办法了 只能是把扶秀开送到医院 把人带到人民医院一检查 医生啊 直接了当的就说 这个人呢 没事 他是装的 他什么病也没有 这时候民警心里边就琢磨呀 扶秀开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 做出装病的举动呢 如果说李政武的失踪跟他没有关系 他问心无愧 为什么要装病呢 但还是回到之前的问题 你再怀疑他 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警方决定换一个思路 推进侦破工作 咱们呢 来个放长线 钓大鱼 让扶秀开离开 派出侦察员 跟踪他 通过他的行为 举止 始终觉得 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就在扶秀开 离开之后的第三天 当年的那个客车司机 找到了赵所长 他跟赵所长说呀 扶秀开呢 来找过他 给他送了一条烟 一瓶酒 这司机就问他呀 你干什么呀 哦 当年你不是跑车吗 你啊 帮我说句公道话 这司机师傅呢 觉得心里边不踏实 这才跟赵所长 反映这个情况 那么扶秀开 为什么要找这司机 说明他心里边没底呀 他当年肯定是 没跟警方说实话 他一定知道 李政武案件的真相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来考虑的话 很可能当时扶秀开 没有给李政武钱 也没把他送上客车 扶秀开的疑点越来越多 紧接着警方围绕他展开的调查 也更为紧密 就在这时候又有一条线索传来了 说扶秀开的父亲福汉成 还有大哥福秀荣出现在了云南省普尔 警方呢立刻赶到普尔 把两个人控制住了 这次啊 警方直截了当的说 就是来调查福秀开当年的事的 这时候 福秀开的父亲福汉成 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到底是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顺利的把福秀开的父亲 还有兄弟就控制住了 直接了当就跟他们说 我们来找你们 就是来调查十年前 福秀开和李政武的事的 这时候福秀开父亲的说法 引起办案人员的注意 他说呀 当时那钱是他跟邻居借来的 赵索清清楚楚的记得 十年前福汉成说的 是那三千多块钱呢 是卖牛赚的钱 这回怎么又成了借的钱呢 为什么前后说法不一致呢 警方啊 还是派人找到了福汉成 所说的借给他钱的那个村民 进行了解 调查结果显示 福汉成说了谎了 这位村民呢 从来就没借给过福汉成钱 当年也没钱能借给他呀 三千多块钱 通过这么多年的了解 警方知道福汉成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他为什么要跟警方说假话呢 赵索啊 就跟福汉成说 我们为什么会三番五次的找你 都这么多年了 我也从派出所到了刑侦大队了 其实啊 咱们俩都心知肚明 你都快六十的人了 你在外边始终这么流浪 不是办法啊 这一句话让福汉成一下子受不了了 当时情绪就有点要崩溃 他说呀 赵索尔 我说 我承认 我之前说了假话了 李政武啊 确实是死了 他到我们家的第三天 我用一个铁锤 把他打死了 然后把他尸体弄到了北风村 炸口岩那儿 放到了乱石堆里边 我记得非常清楚 埋尸体的位置 周围的环境 我都记得 根据福汉成的交代 这才有了咱们开头说的那一幕 民警来到了北风村附近的悬崖底下 找到了李政武的尸骨 这个地方距离福汉成下 有三公里远 如果不是专程过来 很少有人经过这里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一个掩埋尸体的好地方 由于福汉成的交代 警方这才揭开了被隐藏了十年的秘密 但是办案人员经过分析发现 这还不是案情的全部真相 凶手是不是福汉成 这个事情还得调查 在对发现李政武的现场 进行仔细勘察之后 警方认为李政武的遇害 不像是福汉成交代的那么简单 发现尸骨的那乱石堆 有很多小石头 最上面还有一块大石头 这块大石头经过测量 有两百多公斤 四五百斤重啊 凭借福汉成一个人 他不可能搬得动 这说明福汉成还是没有全部交代 再者说了 福汉成要杀死李政武的作案动机 也不充分 从他提供作案地点这一项来分析判断 也不能确定作案人就是福汉成 于是警方立刻对福汉成再一次审讯 这一回福汉成知道得说真话了 他说呀 李政武其实是被自己三个儿子杀死的 他为了包庇自己的孩子 这才跟警方说了假话 随后办案人员把福汉成的三个儿子 全部接纳归案 福汉成的大儿子福秀荣33岁 小儿子福秀万27岁 十年前他们和福秀开一起实施了对李政武的杀害 那么当年为什么他们要为了3290块的修理费 就杀人害命呢 咱们再回到2004年12月12号那个晚上 当时福秀开带着李政武回到家里边 跟父亲福汉成要钱 福汉成说了 你买车跑运输的一万多就是跟我借的 你这才刚跑了几个月车就坏了 买车的钱呢还没挣出来呢 这又多了3000多的修理费 所以福汉成没给儿子钱还把儿子骂了回去 当时福秀开没有其他地方能借钱了 只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政武 他就说呀 兄弟我拿不出钱来给你 这么着你先回去改天有钱了 我再给你送过去 李政武说了 哎呀大哥我这拿不着修车款 我空着手回去 我没法跟我老板交代啊 这么着我呢就留下 我在这等你 你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给我 我再拿着钱走 双方啊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事情可就僵在那了 这时候福秀开就产生了杀害李政武的想法 他呢就去找他哥还有他弟弟 三兄弟就商量着 这钱呢是给不了他了 不给他钱呢 他就要赖在这 这怎么办呢 要不弄死他得了 福秀开把想法跟哥哥弟弟这么一合计 他甚至啊都想好了杀人的方法 于是啊一五一十的都跟兄弟们说了 如今兄弟三个人被警方抓获之后 都不愿意提起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也不愿意提起他们密谋的细节 警方知道的只是接下来他们实施作案的这个过程 利落干脆 那是李政武到福家的第三天晚上 福秀开兄弟仨呢 倒是挺热情 招呼着李政武 打扑克吧玩吧 咱们这见了面了啊 咱这就是有缘分 以后咱这就是哥们弟兄了 打了一宿的扑克 这天呢 刚蒙蒙亮了 福秀开呢 就跟李政武说 兄弟 这钱呢 我能借着了 我呀 去给你拿钱去 我把这钱给了你之后 我呢 就送你下山坐车 你回去 跟你老板 也就能交代了 你呀 跟我一块去拿一趟去吧 李政武毫不知情啊 毕竟只有十七岁 就相信了福秀开的话 行啊 哥 我跟着你们去 李政武呢 跟着福秀开兄弟仨就出了门了 李政武一点也没意识到啊 他正在被人另向悬崖绝路 走到悬崖边的时候 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当时天还没大亮呢 因为无路可逃 李政武只好朝着悬崖边跑了过去 他并不知道前面是三四十米的悬崖 所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跌落了下去 随后啊 福家兄弟三个在悬崖底下找到了他 一看人已经死了 直接就把李政武的尸体拖到了一个石堆里 捡了几个石头就盖上了 尸体藏好了之后 兄弟三个回了家 福汉成就感觉这仨儿子怎么今天看着不对劲啊 再一看 哎那气修厂跟着回来的那修理工怎么也不见了呀 他就意识到事情不对了 赶紧就问 你们老实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兄弟仨呀 就一五一十的跟自己的父亲 把这情况呢 就都说了 这福汉成一向老实本分呢 一听到之后可吓坏了 哎呦 到底弄哪了 赶紧带我看看去 他呢 跑到了悬崖底下 看个究竟 自己就这么撒儿子呀 撒心肝宝贝啊 撒儿子杀了人了 我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儿子们坐牢啊 于是 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 决定守口如瓶 就一口咬死 李政武拿了钱之后 我们送他上车走了 当年兄弟三人杀害李政武的时候 老大 傅秀荣 二十三岁 老二 傅秀开 二十岁 老三 傅秀万 只有十七岁 案发之后 傅秀开第一个离开家打工 随后 傅汉成 还有另外的两个儿子 都陆陆续续出去了 整整十年 他们一家再也没回过 北风村 据傅秀开说呀 这些年呢 他去过很多地方打工 直到二零零七年在昆明 才找到了一份货运司机的工作 算是稳定下来 十年的时间 他已经成家了 也有了孩子了 但是当年那件事情 一直是他心里最大的秘密 他也知道 事情早晚会暴露 对于他来说 十年前的那个晚上过后 他的人生 也就算是彻底埋葬了 而他的弟弟 傅秀万 当年只有十七岁 和李政武同岁 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想起当年的事啊 也是后悔不已 2013年10月27号 巧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 带着傅秀开兄弟三个人 在他们离开北风村 十年之后来到凶案现场指认 如今呢 真相大白了 但是李政武的父亲李朝阳 早就是两鬓斑白 白发苍苍 李政武的两个哥哥呀 也早就成家了 对于李家人来说呀 这十年的心思 总算是了了 3290块钱 一个17岁的青年 生命就埋葬在了悬崖之下 再来说本案当中的两位父亲 老李为了找儿子 心里焦脆 而老福为了包庇儿子 也是远走他乡 这个世界上啊 没有可以被永远掩盖的罪恶 总有一天 会像这起案子一样 真相大白 行了 这样子 就为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对于